人气报表!柯粉鼓吹选总统!柯文哲,从没说过要选2020。 记者陈建廷、李维廷台北报道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募款的金额出炉,总计高达4093万元,超出设定目标的1600多万将先冻结,可能让不少选家很羡慕。 佐、四、日柯文哲在台南的签书会。 现场和直播都人气破表,有粉丝高喊选总统,不过柯文哲回应说,他从来没有说要选2020,但也没有承诺绝不选2020。 孔妙父亲结床离官活动,还没开始,柯文哲先帮身边小女孩戴上状元帽。 要送花,锤杯,感谢爸爸辛劳。 但女童对市长阿伯好陌生,花不敢送,杯也不敢锤,民政局长蓝士聪只好出马示范,小女孩总算锤了几下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帮帮帮身边的小女孩戴上状元帽。 一百组家庭炒热父亲结活动气氛,前一天柯文哲到台南签书,现场人气破表,还有人喊选总统。 柯文哲到台南签书会,柯粉几报现场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要选2020,都不晓得那问题哪里跑出来。 记者,台南粉丝希望可以有机会投你一票,你觉得未来有机会吗?以后再讲吧。 回避2020选总统话题,但对两岸问题很有意见。 对岸寄出取消台湾人赴中国大陆就业许可审批,统战动作愈来愈大。柯文哲也直言忧心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变强,所以他们惊得起跟我们打消耗战,慈禧效应了,要把台湾边垂化,这是国家战略的问题。 说不选2020,话题格局却向上拉,每一步都让人充满联想。 先前一日幕僚影片点月率突破900万,柯批薅出学姐陪吃饭,引发物化批评,今日下午马上推富右政策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记者,要怎么为女性发声?因为写说你要为女性发声。 不会了,你只要看我跟陈佩奇互动的关系,就知道我很尊重女性。 争议话题四两波千金,柯文哲从募款轻易破表,到签书人气望,志得一满却也容易出包,还是得步步为营。 记者陈建廷、李维廷台北报道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募款的金额出炉,总计高达4093万元,超出设定目标的1600多万将先冻结,可能让不少选将很羡慕。 左、四、日柯文哲在台南的签书会。 现场和直播都人戏破表,有粉丝高喊选总统,不过柯文哲回应说,他从来没有说要选2020,但也没有承诺绝不选2020。 孔妙父亲结床离官活动,还没开始,柯文哲先帮身边小女孩戴上状元帽。 要送花,锤杯,感谢爸爸辛劳。 但女童对市长阿博好陌生,花不敢送,杯也不敢锤,民政局长蓝世聪只好出马示范,小女孩总算锤了几下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帮帮身边的小女孩戴上状元帽。 一百组家庭炒热父亲结活动气氛,前一天柯文哲到台南签书,现场人气破表,还有人喊选总统。 柯文哲到台南签书会,柯粉几报现场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要选2020,都不晓得那问题哪里跑出来。 。 回避2020选总统话题,但对两岸问题很有意见。 对岸计初取消台湾人赴中国大陆就业许可审批,统战动作越来越大。柯文哲也直言忧心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变强,所以他们惊得起跟我们打消耗战。 慈离笑应啦,要把台湾边捶化,这是国家战略的问题。 说不选2020,话题格局却向上拉,每一步都让人充满联想。 。 先前一日幕僚影片点月率突破900万,柯批薅出学姐陪吃饭,引发物化批评,今日下午马上推富右政策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记者,要怎么为女性发声?因为写说你要为女性发声。 不会啦,你只要看我跟陈佩奇互动的关系,就知道我很尊重女性。 。 争议话题四两拨千金,柯文哲从募款轻易破表,到签书人气望,智德一满却也容易出包,还是得步步为营。 记者陈建廷、李维廷台北报道。 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募款的金额出炉,总计高达4093万元,超出设定目标的1600多万将先冻结,可能让不少选家很羡慕。 。 左、四、日柯文哲在台南的签书会。 。 现场和直播都人气破表,有粉丝高喊选总统,不过柯文哲回应说,他从来没有说要选2020,但也没有承诺绝不选2020。 。 孔庙父亲结床离官活动,还没开始,柯文哲先帮身边小女孩戴上状元帽。 。 要送花,锤杯,感谢爸爸辛劳。 但女童对市长阿伯好陌生,花不敢送,杯也不敢锤,民政局长蓝士聪只好出马示范,小女孩总算锤了几下。 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帮身边的小女孩戴上状元帽。 一百组家庭炒热父亲结活动气氛,前一天柯文哲到台南签书,现场人气破表,还有人喊选总统。 。 。 柯文哲到台南举办签书会,柯粉几报现场。 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要选2020,都不晓得那问题哪里跑出来。 。 记者,台南粉丝希望可以有机会投你一票,你觉得未来有机会吗?以后再讲吧。 。 。 回避2020选总统话题,但对两岸问题很有意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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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岸寄出取消台湾人赴中国大陆就业许可审批,统战动作越来越大。柯文哲也直言忧心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变强,所以他们惊得起跟我们打消耗战,慈禧笑应啦,要把台湾边垂化,这是国家战略的问题 说不选2020,话题格局却向上拉,每一步都让人充满联想 先前一日幕僚影片点月率突破900万,柯批薅出学姐陪吃饭,引发物化批评,今日下午马上推富有政策 台北市长柯文哲,记者,要怎么为女性发声?因为写说你要为女性发声 不会啦,你只要看我跟陈佩琪互动的关系,就知道我很尊重女性 争议话题四两波千金,柯文哲从募款轻易破表,到签书人气望,志得一满却也容易出包,还是得步步为营 记者陈建廷,李维亭台北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募款的金额出炉,总计高达4093万元,超出设定目标的1600多万将先冻结,可能让不少选将很羡慕 左、四、日柯文哲在台南的签书会 现场和直播都人戏破表,有粉丝高喊选总统,不过柯文哲回应说,他从来没有说要选2020,但也没有承诺绝不选2020 孔妙父亲结床离官活动,还没开始,柯文哲先帮身边小女孩戴上状元帽 要送花,锤杯,感谢爸爸辛劳 但女童对市长阿伯好陌生,花不敢送,杯也不敢锤,民政局长蓝士聪只好出马示范,小女孩总算锤了几下 台北市长柯文哲帮身边的小女孩戴上状元帽 一百组家庭炒热父亲结活动气氛,前一天柯文哲到台南签书,现场人气破表,还有人喊选总统 柯文哲到台南签书会,柯粉几报现场 台北市长柯文哲,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要选2020,都不晓得那问题哪里跑出来 记者,台南粉丝希望可以有机会投你一票,你觉得未来有机会吗?以后再讲吧 回避2020选总统话题,但对两岸问题很有意见 对岸寄出取消台湾人赴中国大陆就业许可审批,统战动作愈来愈大 柯文哲也直言忧心 台北市长柯文哲,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变强,所以他们惊得起跟我们打消耗战,慈禧笑应啦,要把台湾边垂化,这是国家战略的问题 说不选2020,话题格局却向上拉,每一步都让人充满联想 先前一日幕僚影片点月帅突破900万,柯批薅出学姐陪吃饭,引发物化批评,今日下午马上推富有政策 台北市长柯文哲,记者,要怎么为女性发声?因为写说你要为女性发声 不会啦,你只要看我跟陈佩奇互动的关系,就知道我很尊重女性 争议话题四两拨千金,柯文哲从募款轻易破表,到签书人气望,志得一满却也容易出包,还是得步步为营 早饭這些将被发声启过男性发声,他强判着危险 Ooh, come on,S